在取得了優衣的成績後 黃清旋並沒有因此而自滿 反而更加加緊練習 迎接未來的挑戰 其實游泳這項運動 相對其他運動人來說更安全 因為其實你在水中 你也不太容易發生一些運動傷害 其實我覺得游泳算是一個 也算是一個健康的運動 那清旋你有沒有在游泳方面 有特別的小技巧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一般人比較常游的泳子應該是自由式 因為自由式同時 它也可以游的距離更長 然後讓你能夠一直延續你的訓練量 那我覺得自由式的話 蠻注重身體的核心轉體 因為它不只單純只是用手去滑 它也是用身體的核心去帶動 相對來說你會比較省力 因為這樣走去滑其實蠻費力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用 其實身體的力量去做一個游泳的動作 應該是小技巧 那你在運動生涯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有趣的事情 可能是泳隊的隊友之間的歡樂吧 因為其實運動員 他們其實都蠻孤獨的 就是可能一般的人 他們在放假的時候可以出去玩 其實運動人可能在放假的時候 你還要練習 這時候身邊的隊友 都是他們最重要的夥伴 就是甚至長大 就是可能畢業了 你們還是會跟以前的隊友 就是有很好的聯繫 對於一些還在尋找自我價值的 聽上朋友們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想對他們說 其實這事件上還是蠻溫暖的 只要你願意提出你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會去幫助你 那我覺得目前可能還在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或者是你在尋找你自己的價值的人 其實也不用著急 就是以後我們可能會遇到一些 你想不到的難題 或是讓你壓力很大的事情 而運動能夠帶給我們永不放棄 以及堅持的心 讓我們去度過這樣的難關 而運動就像運動帶給我的好處 讓我抱持了 永不放棄 永望之前的心 黃清璇的故事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特別佩服他那專注的精神 一旦進入泳池 就拋開外界的干擾和情緒 全心全力只為了游到終點 我想這就是他能屢戰屢勝的關鍵吧